喂 小冯啊 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我怎么听说还要报警呢 组长 我忍不住了 我也扛不住了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替我 轮轮班也好 我今天晚上 会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您就找个人帮帮我 好不好 小冯啊 你是到目前为止 已经坚持时间 最长的一个实习生了 王作家最近 可能也是压力太大 你多担待 不是 组长 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但是情况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要是个酒鬼也算了 他 他还小偷小沫 骞蓝啊 你最近就是压力太大了 你知不知道 他可是全国收入排行前十的作家 这样 咱们提前转正 我给你专属编辑的态度 不行 组长 您说这些对我来说没有用 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请典 我不能栽在王作家手上吗 天蓝啊 王婆豆 定了 组长 组长 您都不跟我开玩笑吗 他吃得好 睡得好 有事没事睡个午觉 还能给我打呼噜 他活蹦乱跳了 怎么可能会病呢 您还不如说我病呢 我还更容易相信你他 真的啊 这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王作家突然间就不交口了 心情好的时候呢 好上天 心情不好的时候能狗死我们 我这儿有提 要不然你先带他测试 如果分数特别高的话 赶紧告诉我 我们带他去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问题 让王作家作题只可智取 不可强求 加油 小冯 还作题 怕是题做完这个女人要活蹦了我呀 嗯 到底该怎么办 好 谢谢 冰法三二六期第一步 暗斗陈仓 你干吗 洗洗手 来 冯天兰さん 你有孩子吗 我今天七月份才刚刚比赛 你是不知道你刚刚那一系列行为 特别像九十年代电视剧里的 慈母 王泽佳平时代入的都是幼崽的角色 是你先拿出寒心如苦的架势 我这叉子呢 洗了手跟用手吃呗 好 就是现在 欲擒故纵 头发 你这就有点过了啊 我不吃这套 这招也不行 你连皮筋都有啊 你不想要求了 我有七个表妹 随身带着皮筋给他们扎头 那是我的背动技能 背动技能 你这怎么讨好心愿哥 不是讨好心愿哥 你为什么总是世事周全 你说你一个男生 从你的裤兜里掏出一根皮筋这件事啊 就离谱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你拒绝过别人吗 你的底线到底在哪儿 啊 冯不懂剧 冯不懂剧 冯天兰 不懂剧绝 天下第一人 简称冯不懂剧 你早就受过什么创伤 还是 受同那刺激 我受刺激 你说刺激了吧 哥 林兰 冯天兰说不吃差不多了 一般呢 在两个人对话的时候 说对了 这两个字呢 就是要开始转移话题 说吧 你又想干嘛 闻了 他发现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冯天兰 这个测试特别有意思 要不要坐坐看 我不要 我不想 我拒绝 这都网上骗人的 说什么 你适合A血型 水瓶座跟双子座 绝配 我心里暗示 反正吃饭前那也是闲着 没什么事干 坐坐吧 毕竟咱们都呆一块 这么多天了 这个测试题能增进 互相之间的能力 这样 差不多 你太使了 怎么放松页 你反倒情异址丧 逆润 让我轻衅呢 你也真行 我 谢谢 先 收稿啊 怎么会呢 我就是关心一下咱们的新人 小鹏啊 组长 我在 把面题关了 你刚才挂得太快了 我还有事没跟你说完呢 你那个故事的录音我收到了啊 你说你那东一剧西一剧的 你真当我们是天才编辑呢 给点东西就什么都能编出来 那当然了 王作家人家是天才 只可能是我们没有领会 王作家的深意 更加当然了 我就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帮我转达给王作家 这些故事 他打算怎么给穿起来啊 组长 咱公司做内容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故事讲完了 自然就能够找到内容的关联性 编辑提众降致的问题 组长一天到晚张嘴闭嘴 就是纸眉觉起 文艺不经 走走 不说了王作家 您说的都对 我这有点头疼 不说了啊小冯 记住我的帮 好嘞组长 加油 最高小能手 现在又想怎么办呢 黄作家 孟作家 我知道 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去解决 我虽然很想要搞 但是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 您放心 我们一起来面对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他 就长年躺在病床上 然后 然后到了后来 他病好了 王作家 其实我特别理解 失去亲人和亲日离别 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们真的 不能随便拿亲人来看见我一样 我们真的如果失去了 会活过你 对不起 我忘了你已经 那个测试你别给他做了 让他知道那是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自测 咱俩都得下锅炖了 服务员 来杯冰水 谢谢 吃饭 吃饭 狗才子 我们下汽油 咱俩都得下锅炖了 对不起 金米